中秋时节 当其他城市还处于炎炎夏日之际 站在雄击额头的墨河北极村 已被凉爽的秋风吹过一遍又一遍 迎着风 中国女子为甲的红色旗帜 在这最北端的土地上高高飘扬 中国女子为甲诞生至今 从泥孝行 丝绸之路 红色之旅 再到今年的扶贫之旅 如绚烂的花朵一般 绽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在中国围棋协会的鼎力支持下 中国女子为甲携手中信制业 扛起了女子围棋赛事的领航旗帜 提升了中国女子围棋的竞技水平 打造了高品质的围棋赛事 弘扬了中华文明传统文化 女子为甲一路乘风而行 茁壮成长 今年联赛调整赛制积分 优化参赛规则 竞争愈加激烈 半成战霸 五冠王江苏队一支独秀的局面 遭遇上上海队强力挑战 韩国名将吴又珍 日本一姐腾泽李菜等万元加盟 一改往日强弱分明的战举 使得悬念倍增 引入人工智能围棋配对赛 更彰显了联赛与时俱进之风 围棋的魅力又在传承与弘扬 每到一地 女子围棋团队创办围棋希望教室 开展工艺指导棋已成为了传统 墨河一战 女子围甲走进墨河北极镇中心小学 和最北哨所 在祖国最北的边陲 种下一颗围棋的种子 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 这颗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 如大兴安岭浩渺的临海一般 迎风斗雪万物争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 是第六届中性之业 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 第十二轮的一盘主将战 是由武汉队的主将 吴佑珍六段 也是外援对证上海队的主将 瑞乃维九段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 是周贺阳九段 周老师您好 您好 各位既有大家好 这个第十二轮是赛会 只是在最北边的 墨河下进行的 是的 据说那边风景也很好 气候也很好 大家在那里 可能会发挥得 比较出色一些吧 这盘棋是韩国外援 吴佑珍 他之前已经是 取得六连胜 在女子为甲战上 他是无一败继 应该说是 可以说是实力非常强大 对对对 今天对这同样实力强大的瑞老师 看看他们这个发挥会怎么样 是 好 我们来进入棋局吧 这盘棋是吴佑珍直黑先行的 应该很多棋友是对韩国的 女子第一人吹精比较了解 对 是的 但是吴佑珍呢 应该是比吹精稍微小一点 他98年出生的 年龄很小 但是实力也是非常厉害 对对 是的 这盘棋是走了一个对角星 这个比较少见 对 这个应该是中国的古棋 是应该是我们叫做对子 作子 是下之前要先摆上 这四颗棋子 在古棋中是几乎是每盘棋 都是这样出现的 当然在现在的对击中 是非常少见 但这盘棋是可以算是 完全地复古了 我发现是 像周老师这个年代的棋手 是不是一般都对古棋 会有所了解 会打一些棋腐 就是像现在的年轻棋手 对古棋一点都不了解 我们那个时候还是 因为棋腐本身就少 所以还是会研究一下古棋 会看一下 是吧 接下来是 当然下一步一看 就是知道是现在的棋谱 下一步是走到点三三 对 这步棋应该说是 现在是人工智能 是最爱下的一首棋 然后我们人类学会之后 也是频频使用 白棋是选择挡在这边 对 飞一个 这个飞也是 现在是最流行的下方 以前都是会搬 长一个吗 还是连搬 长吧 这样 这是比较常见的 老定式是会再搬毡一下 我一个 当然现在也没人这么下了 现在主要是黑棋呢 不能搬毡这一下 这个我想很多棋友 如果比较熟悉 现在的这个棋谱的话 是都会见到 不会搬毡这一下 可是有的是再爬一下 如果这盘棋这么下的话 黑棋应该是会这么选择 对 会拆一个 这样呢 以后黑棋再踩过来之后呢 这个点是非常舒服的一首棋 所以这个下方呢 现在白棋是走这个搬的下方 现在已经比较少了 就是之后呢 如果是搬的话 现在有这样 连搬这个定式 这个选择好像是偏多一些 最近这个下方还挺常见的 就是因为这个下方呢 基本上没有变 对 就黑棋大概只能那么下 不像别的 对 有很多种选择性 当然黑棋就是打持掉 然后白棋把脚的脚地取了 对 这盘棋白棋是选择飞 飞应该是 这个形状是最常见的一个下方 接下来呢 应该是黑棋有两种下方 一种是 最常见的应该是顶了扳 对 另外一种呢 就是实战中 他选择的是单脱了一个 这都很流行现在 对 接下来白棋是扳下来 这个拖的变化就是在于 白棋有这个斑的下方 不过顶了斑呢 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一些 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黑棋再顶的话 白棋应该是准备长出来 是 最近特别流行的下方就是黑棋冲断 但是现在这个冲断好像不太成立 因为现在白棋这里有个子 正子不立 对 然后它是小尖的 对 是吧 然后是长 长 压 对 斑的时候 但现在这个情况下 它斑的时候 接住吧 本来是应该接 但我觉得它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 现在可以打持这个 或者是单断一个 是不是可以考虑单断了都已经 对 就是正子有力 对 正子有力的情况下 这是不能这样下的 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变化的时候 得小心一点 现在是白棋正子有力 因为这个是对角星的一个下方之后 所以这个边的蒸子是产生了变化 就蒸子是这样蒸的 就打吃 然后拐打 它长的时候 白棋现在可以接上了都 这个有 现在黑棋有点坏了 好像 这样正好蒸子不立 对 这蒸不掉 大家在下这个变化之前 得先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能蒸掉这三个子 如果蒸不掉的话 是不能这样选 对 所以这盘棋呢 黑棋似乎也是没有准备 走这个复杂的下方 对 它没这么像 它是走的一个非常简洁的下方 对了 搬长回来 是搬 断 搬针 搬针 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是黑棋是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下方 这个定势呢 就是白棋这边多挡了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黑棋多了个断点 实战呢 白棋是这个 类难为九段呢 是选择虎一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下方 我觉得 没错 没错 这个也比较符合这个 类老师的棋风 我们都知道 这个类老师是我们这个 中国女子的这个一个栗战派的一个代表人物 对 她的棋是比较有力量的 而且 这棋我印象中以前是走这个跳的也是比较多 对 我也是这么想 为什么这棋不跳 我觉得奇怪 跳的话 这个地方确实是给黑棋留下了一个家的这个棺子 这边围控的话是会比较困难一些 虎呢就是相当于是说 如果这边一旦围控 那我这边就便宜了一手棋 但是如果说跳的话 黑棋应该现在不会长出来 不会长 因为如果再长 长被贴一下要怎么硬 是 这一长 这话又不太好办了已经 对 这个形状黑棋比较被动 黑棋如果跳的话 黑棋我猜测是应该不会继续走了 这样它就是 当然也不会马上僵 这个棋就 走个别的吧 比如说走在这里守个脚 就慢慢来了 这样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盘棋 虎呢就基本上是强迫黑棋 长出来作战了 对 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这个 对老师的气候 这个因为作战的话 是对他来说是求之不得 当然这个韩国的吴又珍应该是 韩国棋手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 力量还是都是很大的 是的 他们也是 所以说长出来是必然的选择 但这个布局我觉得黑棋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之前好像有决议有下过 这样的下发 所以说可能它下了个对角星 然后再点三三 肯定是准备过的这样的布局 对 要不然应该不能贸然出手 估计是 是 白棋搬一个 这个应该都是很正常的 压一个必须得搬起来 是 现在 搬的时候 黑棋现在要谨慎一点 不能马上搬 如果这时候 随手一搬的话 白棋是有断的 对 这样呢 黑棋是 是孔不出来的 冲是冲不出来的 只能弃子了 这可以 可以这么跑 但是这么跑有点太难看了 这个打 打也别打了 也别打了 那就这样吧 那就 白棋滚一圈吧 打一圈 打一圈 然后长出来 这样被白打一圈 这个好像跑的 这些形状有点难看 对 它太凝重了 黑棋 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是 先搬的话 是比较随手的 实战呢 黑棋是靠出来 还是下得非常的严谨 靠一个 应该说 也是一个借力的好手 白棋 白棋现在如果搬的话 也没什么意思 黑棋就跟着长一个 这样的话 你还是留有一个断点 没错 这下 有了这个双板凳之后 黑棋就不用往这边走了 是是是 以后要走的话 可以考虑 比如说这一带 或者远一点这一带 再走的话 肯定这样 它不会再这么 去唬一个了 对 主要白棋搬完之后 还是在补这个断点 对 那就要是搬一下 不便宜 实战呢 白棋是选择的是 退一个 这也是一个 比较冷静的一个应对 这样黑棋再顺制搬 应该说这地方 双方的次序下的 还是很井然 长一个 应该说这个黑棋 形状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当然是白棋 确实是一种主动寻求作战的 一个下方 这个黑棋呢 虽然形状不错 但毕竟是没有活干净 黑棋点了个方 在这 它这个先试一下白棋 我觉得 有点试探一下白棋的应手 是 看白棋应在哪 是是 这个形状 我们一般说是 这叫点方 对 这个在围棋 这个围棋对击中 这种应该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手机 白棋还是比较难受的 这盘棋 应该说白棋 还是比较 比较难受 这个棋 首先呢 这盘棋呢 不能选择反击 如果反击在这儿 对 我很想靠这个 说真的 靠在这儿的话 黑棋应该是不会 从下面扳的 当然这个段也不成立了 对 但这棋呢 黑棋有可能会接劲 扳这个 是吧 这样白棋应该是 就是上当了 就粘住 它大概得 反正你走哪都比较 反正我得吃一个吧 但这样应该可以看出来 这几手棋交换 明显是黑棋便宜了 另外一个 你这个上面这个头啊 我们说是 棋很紧 所以最简单 我们可以走一个 这样的顶性 然后可以夹住它 对 这个应该是 黑棋非常得意的 一个异想图 白棋明显失败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贸然的反击呢 并不是一件好的选择 想歪靠 但是不太好 被搬了大厦 是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冷静的 这个补助 虽然看上去 棋情有点难受 但是是一件 没有办法的事情 应该说 这个点的时机 还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 飞机飞 白棋是选择了 一个高拆 像这样的棋型 当然高拆完了 大飞挂过去 可能比较好 不想的一首 能不能考虑 走在这儿呢 我是比较 赞成你的观点 这个我觉得 最主要还是要看 这个白芳 这个就是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白芳的 她的棋风 这盘棋呢 我们知道白芳 是瑞老师 她的棋风呢 是就是非常刚硬 这个应该是 明显的是一种 防守性的下法 对上面的压力 不会太大 对 这样呢 就是高拆呢 就是明显 还是要注重 对黑棋的压力 当然这个呢 自己的脚 尤其被黑棋 马上逼过来之后 自己这个下面 也不活 对 这就会形成一种 对攻的状态 没错 没错 如果我的棋风 我是会选择走在这里 但是如果说 白芳走那个 这个的话 黑棋会 赶紧把这个跳出来 大概这个就是 另外一种流向了 这个可能 整个棋局的流向 就完全改变了 对对对 不过这好像还觉得 比较符合棋力一些 是是是 这样呢 就是白棋和黑棋 在这边进行一个 主要的攻防 白棋走在这里之后呢 确实另外 下手这个挂脚 也是明显的是一个好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应该说他猜这个 还是想对黑棋上面 这个压力 给他保持一定压力 那倒是 当然其实黑棋 这个眼型 还是很丰富的 这个地方有一打 这个地方眼型 还是已经有一只眼了 没错 所以说 我觉得一般的棋手 还是选择 走在这里的人 会多一些 但是能看出 这个高拆 确实是这个 瑞老师的棋风 所以黑棋是 选择的是鼻住 对 他觉得你既然高拆 那我就逼住你吧 在这儿 黑棋确实很有心情 比这个 这本身价值就非常大 对 然后另外一个 我逼住之后 对你还是造成了一些 这个死活上的压力 下一步 白棋是走了一个扳 扳一下 这个只能说是适应手 对 他这个呢是 他是想先考验黑棋一下 他考验你是虎还是瞻 对 你如果说虎呢 虎的话 虎这木树已经亏了 是 虎 这个棋型 我想很多棋友一定要注意 粘的话是木树最好的 对 是的 应该是以后白棋斑 黑棋猴 这应该是六木棋 对 虎的话这样应该 据我的这个了解 应该是五木棋 这样 粘上 对 而且他这个粘也是先手了 是 这个是有区别的 对 一般来说这个棋型都会粘一个 但是粘上的跟这边会有差别 就是白棋这个一路搬是先手 你只能回去 你不能挡了 挡了脚上就成结了 是 然后 他想考验一下黑棋 但是我觉得他这盘棋 这个有可能有点 有问题 是吧 因为这个棋型呢 如果不搬的话 这个粒是有先手的味道 是的 这样很多棋有 如果基本功扎实的话 是知道有一段 断完了一点 这个是黑棋 是一个死刑 寒角去死 就是 踢掉的话 它可以拐 这样是一个 寒角去死 这样黑棋是一个死 应该是近死 所以说这个棋是 利是决签 应该说这个棋呢 就是说看是对哪边 影响会更大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盘棋 明显的这个黑棋 逼过来之后 对这个白棋 这边影响会大一下 还是有点想保留 这个利的先生 实际上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白棋 是去搬了一下 我觉得呢 后来我想这个棋 是这样的 就是说白棋呢 想在这边行棋 那如果说 它是虎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搬 是后手的情况下 它可能会补得紧一点 后来呢 它就拆得远了一点 因为跟这个尖 是先后手有关系 如果说虎在这儿的话 那黑棋这个尖就是先生 因为我搬了 有个几过 是这样 可能跟这边 捕的棋会有关系 对对对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我想先考验一下黑棋 但是呢 黑棋应该是会选择沾一个 实际上白棋是 它先尖了一下 黑棋是继续飞 对 因为它如果不肩这个的话 它是不是有点担心 人家会飞过来 担心这个是吧 飞着 有一定担心 总体来说 这个白棋的意图非常明确 它还是想对黑棋 造成一些压力 造成压力 是的 但反过来呢 我们能看出黑棋呢 也其实是在瞄着白棋 所以这个两位棋手啊 都是应该是 能看出来棋风都很彪悍 都是瞄着对方的这个后脑勺 对 我看着你的毛病永远是 觉得我的毛病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这个经常这个棋手之间呢 也是觉得一方在攻另一方 反过来 如果两个人是力量相当的话 都是在觉得攻对方 这般棋就能可以看出 这样的一个形状 是啊 白棋呢 拖先了 拖先了 由于他觉得这个尖 先是后手了呢 因为既然他搬一个 他要回去嘛 所以他就补得远了一点 我估计如果说 他是先手的话 他可能会补得近一点 这一代之类的 对 所以这步棋他就到这儿了 是 可以其实是继续攻过的 可以跳 因为很明显这里有个靠段 他直接靠段不成立 这也有个拐冲 对 那有了跳之后 这个靠段就很明显成立了 对 这个如果直接靠段的话 我们给起油板一下 这样顶 假如说顶一个 走 断上 断掉 拐冲 这一拐冲 黑棋不能兼顾 现在它事先 在这儿跳完之后呢 如果再这么下的话 这个就可以挡住了 对 所以这个跳一个是 很明显 就是接下来我要靠段你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后续手段 白棋呢 是只有补一个 但是这样呢 其实白棋的感觉上 还是形状有点拘紧 对 不太舒服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扳掉 这个少了一个力的话 有可能会对这个眼味啊 也会产生挺大的影响 对 如果这样是先手的话 这个应该是白棋 随便走一手 应该是活棋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这样呢 至少是看不太清楚了 这块 飞过来 调出来 黑棋并一个 并一个 再这样 剪 小剪 然后再飞 飞过来 嗯 应该说黑棋的攻势 还是非常流畅 对 是的 嗯 应该说 虽然吴又珍 他应该比这个 瑞老师啊 年轻很多 嗯 但是呢 他这个招法呢 很凌厉 尤其这个 面对瑞老师啊 这种 这种力量型的选手 他是 不是选择单纯的防守 他是 应该是 以攻为 为首啊 对 白棋跳下去 嗯 黑棋 顺着跳住 嗯 就这个 应该说 黑棋的下法 还是比较流畅的 没错 他这个攻击一连串 他目标还是挺明确 从外面 虽然压迫你 但是我这空 还是牢牢地守住 对 自己还是扎得挺稳的 是 也没有留下 很大的破绽给你 嗯 其实从现在的这个 这个状态来看呢 白棋当时 我觉得还是应该走 走低的 走低的好一些 因为本身 他是一直在强调 想对黑棋这个地方 是采取一个攻势 对 但现在来看 明显是黑棋 更主动一些 所以这个整个作战呢 应该是 白棋显得有点拘谨 没错 嗯 但是可能 瑞老师的眼里觉得 这外面 你这个 肯定还很薄 确实现在 这有跨端 这有冲端 有冲端 有跨端 对 这个就是 两个栗战型的选手下的时候 就是还是看 谁最先能抓到对方的这个毛病 这才是 关键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 就两个高手之间 对齐的这个理解 完全是南辕北辙 可能就是 两个人是完全相左的 不是说接近 连接近都没有 是 现在白棋拆出来 拆个二 他觉得这个刺断的 由于外面黑棋太薄了 他暂时不是很担心 另外他这边挡一个 应该他 虽然说没有说活得那么干净 但是应该是 如果外面撞一撞 应该也能活 对 要吃它不容易 好像 当然这个 它肯定也是 应该有点计算 如果黑棋接了的话 现在它就接上吧 接上 挡下来 挡下来 然后就先跨端 然后再搬沾 搬虎 搬虎 这个有可能 又会有个结针的可能性 如果打的话 白棋是有一定可能性 是做上的 对 这一代 它就有很多结材的 比如说冲段 你能不硬吗 好像也不太行 看着 这冲大概也是结材 总之这样下 黑棋的形状自身 不是太好 所以说黑棋 这黑棋没什么把握 感觉 这么下至少是风险很大 是的 直接这样刺断 好像没什么把握 看起来 它是选择了 是缓供 压了一个是吧 对 它先压的 压一个 它还是觉得中间有点薄 确实 对 这压一个就感觉好多了 对 压一个还是非常厚实的 对 这个本来说 我们说这地方有个冲断的一个毛病 压过来之后呢 它不光是这一手棋 其实后面这长啊 跳啊 应该都有闲手 所以这个一下就可以说 这个整个头就争过去了 慢慢对白棋 这个地方产生压力 白棋大飞挂了 挂也非常诱人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高猜和这挂脚是一个道理 应该说白棋能抢到这一点也是非常满意 可能在瑞老师看来 他觉得你这个工了半天 我这不是拆出来了吗 你也不敢刺断我 这边我已经把空先扎扎实实地取了一块 感觉白棋挺不错的 但是黑棋呢 我们看也是很流畅 一个是它这个角已经是实地化了 另外一个这个压过来 这个棋形也是非常舒展 所以说黑的也是非常 就是下得很流畅 对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更喜欢黑棋一些 虽然白棋这边的实地也很可观 但是黑棋总体来说显得更加流畅一些 下一步也是要点 黑棋在这儿飞照一个 对 飞照 给白棋施加压力 另外一个我们说这地方 它确实是白棋的一个心病 这有个子了 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还是照刚才 你比如说再爬一个的话 那黑棋可能马上要动手了 我觉得 对 这个已经加强了一个 这个又加强了一个 你再要跟它靠断了战了 就显得有点不讲理了 对 是 所以说这个白棋呢 有点压力 现在是 白棋是选择尖一个 要尖一个 这个还是比较讲道理的吧 我觉得 本身也确实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因为尖完之后 这一地方有一个加的手段 是 另外一个尖呢 也是间接把这个地方的毛病给补住了 也是一个非常防守的一个好下法 然后黑棋挡下去了 这两手棋还是挺有收获的 是 我觉得这黑棋的这种攻击的步伐 还是挺好的 就是说先把自己加强一下 然后飞了挡下去 虽然说你看着好像白棋木 这儿有木 这别的地方还有一个星位 但就全盘的木数来看 白棋并不落后 但是黑棋保持它的攻势 对白棋的压力 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黑棋应该是非常厚重 对 白棋呢 虽然是实地上 现在应该是不落后 但是整个形状呢 应该是属于一种手势 对 有点薄 这边其实也有点薄 我而看着 对 我觉得这盘棋 这个吹金策略 还是非常明确的 他还是把自己 不是 这个吴又珍 他的策略还是非常的清楚 他就是要把自己走得厚一些 然后呢 是慢慢慢慢地 这个实战手段 对 现在看着 我觉得 那女棋手的实力 都是有所增强了 一点也不着急 反而慢慢下 先加了一下 这是白棋的权力 沾上 再过 跳一个 白棋冲 这也是他的权力 对 应该说这个 这扣掉好多木 我是看着 这个应该 白棋一直在抢木 是 这个确实黑棋很心痛 但是这个没有 也没办法 但我们就说 这个有的时候下棋 就是我们说 有先中后 后中先的一种思路 对 虽然白棋现在是 把这个木树抢了很多 但是我们能看出 这个白棋 这个中间形状 其实是有薄味的 就看黑棋 能不能抓住白棋 没错 是这样 黑棋在外面走了两下 就是脚上付出了一定的木树的代价 但是整体看起来都比较厚 对 比较厚 但是这个厚 你就得慢慢地积蓄它的力量 得发挥出来才行 是 然后飞了一下 飞了一下 飞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也是比较稳健的厚 对 它也不着急抢控 对 在这 而且飞完了之后 这一袋 其实我们看白棋 我觉得很容易出问题 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肩本身味道也不好 我都看得很 是不是点了什么 爬一个之类的 或者是单拖 我觉得看着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好像这很容易就把白棋的空给掏掉 是 但是我其实这部棋 我倒是推荐大家一个另外一个下方 这个棋 其实我很想走在这里 跳一个 就是这个棋还是算了 别掏它了 本身这跳一个 白棋下一手走起来会很难受 我们如果比较容易 它大概得硬一个吧 是 你硬在哪里呢 我有点难受 好吧 这个棋就是说 你有可能会想抢个极心手 是的 但是我这样 我这个肠的话 这个形状是非常满意的 另外一个 你这个味道还是非常坏 对 但是如果你不坚顶的话 你下一手棋呢 也是比较难下 就是说你 你是可以硬在这里 这样你肯不肯的问题 我这个明显是 这两下交换还是便宜很多 所以我倒是推荐大家是继续跳一个 这个好厚重 对 这个就是说 非常厚重 既然是选择这种厚重的下巴 可以再继续地慢慢给白棋 使下压力 是的 因为这两下呢 感觉很舒畅的这个气形 挺好的 我觉得 实战呢 它还是选择了手脚 手脚呢 还是比较重视实地 没错 白棋是减了一个 白棋补了一个吧 它觉得这里面实在是靠不住 对 这好像太容易出问题了 这看着 是的 这样的这块棋可以就完全 数成木了 应该这个实地还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可以稍微判断一下 这二四五 十六 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五木 初步一点 二十五木是肯定有的 所以白棋呢 现在应该实地上还是非常可观 这二十五木的话 这两块是五木棋是有的 三十木了 黑棋是这块六八九木 这六木十五木 十五木的话 加上那块这个 也是 就是有一些潜力 但是实地上明显是白棋 更加确实一些 对 是的 应该说 我倒是觉得黑棋 还是应该选择继续 跳一个 跳一个 因为现在木树上 应该是明显是白棋领先 那就干脆是金银中辅 更加有利一些 没错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觉得 黑棋是略有疑问 黑棋现在挂了一个 白棋小飞 然后挡下去 挡一个 挡一个很大 对 这个就感觉 黑棋已经从外市 转变到了实地 对 他是在收木 他就想 这儿不是飞了一个吗 这儿再把木树给抢住 然后如果说 比白棋补一个的话 那再收收空 怎么把这个脚不守住的问题 是 应该说韩国棋手 总体还是喜欢实地 这像跳舞这样下法 很少见 我觉得如果是 我们这个武功正树老师 我觉得他肯定会选择 还是走外侧 尤其已经外侧下了这么多之后 他还会继续观察下去 但是韩国棋手 还是偏爱实地 虽然我们说这个 吴又珍 他前面这个攻势很凝利 但是最终 他还是要转到实地上去 没错 是这个意思 确实是这样子的 就很少他们见 他们有围中央的下法 对 这日本棋手 还有一些是这样 最近就比较新锐的 一位置野虎官 也是比较倾向于中府的 我觉得 韩国棋手 那样棋风挺好看的 对 比较好看 也比较舒展 对 韩国棋手确实 要想找出一位 什么宇宙流是很困难的 太难了这件事情 那走到这儿的时候 白棋这里是挡了一下 然后黑棋就补住 这个本身也很大 然后他又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挡住 他这两下交换了之后 他就脱先了 然后接下来 在中间大跳了一下 显然是还想逼黑棋 想让他补断的意思 但是显然黑棋是不会补断 那么接下来这个棋 黑棋是要接着手控 还是要接着继续干什么 如果说只是手控的话 其实在控上 黑棋并没有优势 虽然说刚才走了一个 但是这个木抢的也并不多 那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 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 是第六届 中庆之夜被中国女子 围棋甲级联赛 第十二轮的一盘主将战 是由武汉队的外援 吴又珍六段 对阵上海队的瑞南围九段 我们刚才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白棋刚刚在这儿跳了一个 就是黑棋接下来这个局面 确实黑棋中央有一些后事 但是这要如何发挥呢 这是个问题 刚才周老师就建议他 应该跳得长出来 但是现在已经被人家走到这儿了 你现在再经营中央已经不太可能了 对 要怎么办呢 要接着抢控呢 还是怎么着 黑棋下得很有意思 他先坚顶了一下 这个是先 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好点 对 然后斑瞻 把这个角控先给 牢牢实实 牢牢地抓在手里 对 应该说这个黑棋还是 现在是拼命在抢控 应该是从实地的角度来说 白棋这块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黑棋现在是觉得 时空上有点紧张 先走这里 应该下一步呢 也能看出来这个瑞南围呢 应该是觉得形势还是不错的 对 是的 走得也是非常的厚实 他选择是补了一个 但我实在不能赞同 白棋这个下巴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当初他既然想 如果说人家斑瞻 他是打算虎的话 那我觉得我还不如立下去呢 对 为什么要让他斑瞻 先手斑瞻着一下 我实在是心疼这个木 他应该是觉得 我的理解是 因为他觉得形势不错 对 他肯定是觉得形势好 走后一些 是的 因为从鼠木的角度来说 确实是黑棋 木鼠现在是比较少的 他这个我们刚才说 判断一下 初步是25木棋左右 就这块棋 对 然后加上这两块是 30木是肯定有了 还有那一个角 那就接近40木了 现在黑棋整个全盘 他确实找出40木 是很困难的 对 他觉得这形势不错 确实 就白棋在木树上领先 但问题是 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应该是心态上 应该是觉得不错了 所以说 想牢牢地守住是吧 对 走到后视 当然另一个 肯定是木树更好一些 对啊 但这样外面 应该是黑棋有了虎了斑 就外面会多几个子 他大概是会拍对手 黑棋逼一个吧 让你跳一个 这样 他再搬过来 比如说这么像 苦了长过来 这样呢 他大概是觉得 黑棋这款模样 膨胀起来了 对 这个白棋呢 是想走一个 更加稳妥的下方 实际上 他是准备长 他是长了一个 当然黑棋这个斑毡 确实很舒服 这样的棋行 实在是不能接受 对 有点委屈 他应该是 还是从心情上 是不太想走 不走的话 他大概是觉得 对手一加 他被人家加一个 他不知道怎么应对 加一个他不敢立是吧 立的话 这里面好像 太容易出问题了 味道太坏了 这个味道太坏了 这个就是 比如说人家 点一个之类的 这儿走一个 这好像太容易出问题了 看着 这是不是长长 然后斑斑断 这长长 你这个子子 不能被切断的 也不太好 好像 所以他这个味道 实在太差了 他实在是选择 还是 当然是我觉得 他还是觉得 形势好 对 选择了一个 所以这么稳妥 这个下坏 明显是白旗 有些委屈 但他还是这么选择的话 那肯定 尤其以这个 瑞南伟的性格来说 这是这么委屈的下坏 很少见到 但是肯定是 他通过整个取局 他是觉得形势不错 他就这么选择了 当然了 黑旗 我觉得这个时机 也是把握得非常好 他是先 他想要先考验他一下 对 接下来 黑旗 不是像白旗预想那样 他有更加严厉的手段 还放在后面 主要是这个白旗 如果下到这个的时候 假如说加的时候 他不能立 那他只能 被人家先手扣掉 这一圈木的话 他就有点心疼 对 所以他就干脆补一个 但问题在于 接下来 他这么严厉的手段 他没有想到 黑旗是点 黑旗点一个 他显然是没有注意到 这部棋 对 这部棋是非常 应该说是 党的时候 就已经预想到这部棋了 应该说 这部棋是非常的锐利 这部棋应该说 我觉得 这个棋应该说 从这个 瑞南伟的角度来说 应该不太容易发现不了 但是也许这番棋 它的状态不是太好 我觉得它可能 有点错觉 错觉在什么地方 我们待会就能看到 这个棋反正是 从现在看 黑旗一点 白旗是有一些难办 对 因为这个棋型 我们说前面是 白旗是先手 捞了很多实地 是 其实是 确实是留下了一些 这个 一些问题在里头 对 现在白旗 白旗压一个 现在好像 走别的也不太对 对 我其实还是想强调 它这个棋应该立一个 立一个的话 这个棋有可能 在里面活形就好多了 是吧 就活起来非常方便 现在至少这块 要活的话 有可能要卖一些东西 对 然后外面要撞了 可以去挖一个 这是一个相关联的 一个手段 打尺 打尺 断 提掉 它再一击 这个时候白旗已经 好像有些难办了 后来我看到评论说 这鱼冰酒段认为 他说这个时候 如果说白旗接住 开节 开节 好像白旗不是太惧怕 但是 我挺怕的 开节的话 应该说黑旗也是一个 无忧节 对 而且这里面 假如说黑旗一旦接上 这里面的做活 是很难受的 其实 它沾上之后 它只能这样活 这是唯一的活起方法 然后人家一扑的时候 你只能坐在这儿 它还可以先冲 你可以先冲 洗掉 然后它一扑 你这都是吊着的 对 这木很惨 另外一个黑的 这个节 我可以先撑住 它可以不沾 对 我可以不沾 我撑住你 是啊 然后你这块也没活干净 对 就是我一沾的时候 就是两块必失你一块 没错 而且这个节 对黑旗确实比较轻 我是觉得挺怕的 这个变化 我觉得白旗没有什么把握 这样的 当然白旗也许应该这么下 这样就是说 再断上来 或者再跟黑旗进一场 再搅一下 对 纠缠 当然黑旗就是 也是可以很无忧结的 似的打一打 对 这个地方 甚至可以找找 就是尝一尝 靠一靠的节餐 或者那边点三三 确实黑旗处理会比较轻松 没错 但是这个时候确实白旗 这个属于那种 比较撑的下法了已经 对 实战呢 实战的下巴主要是有点过于 看来是 太简明了 简明了 这个地方都应该是有一些误算 对 白旗冲了一下 挡住 挡住 然后沾上 关键它还沾一下 然后一跳 这个局部是一个手巾 往这儿手起显然不够 往这儿手起 这个不知道电池机前 有多少位旗友 能看见这位手巾 这个手巾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当然从这个略老师这个角度 他应该是 我觉得他应该是下一步产生性的 对 他肯定是下一步看错了 他以为 他以为人家冲的时候 他是往这儿打的 应该是一个打结 因为他在边上有这样的骑行 边上有这样的骑行 就是跳完了冲 然后往后面一打 对对对 就吃掉了 但是问题是 这脚上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误算 当然这个跳应该还是 我觉得对很多旗友来说 还是比较难发现的一个手机 因为你这个跳 你得在点这个的时候 你就想好了有这个跳 不是说你下到这儿 你临时起义 想起来有个跳 那要没跳 你就吃不掉人家了 对 这个如果要打这个节 确实是黑棋负担也很重 对 这个提过来 对黑棋生死是攸关的 对 这个打完结白的提到这儿 你这块死了 对 这应该是这个锐老师 他一个一开始的一个预想图 对对对 他觉得这个节他不怕 但是没有想到黑棋这个 因为是在脚上 一扑净死 一扑已经是一气吃了 是啊 这个白棋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 他显然没看见 如果他看见 他冲就不应该冲了 他冲已经白亏一幕了 对 他看见这两手应该不交换 对 这样的以后 至少便宜木齐 这个冲跟没有差不多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武算 这很致命 这显然 确实 但是如果说回头再看的话 假如说这一代白棋他看到了这个点 他觉得点非常严厉 那么当初这个虎不走 对 比如说他要在这里回补一下的话 对 那这个被加一下也挺痛的这个木 是 当然那有可能跟他整个整个的判断就有 对对 但他可能就不会这样选了 这一代他就不会这么下了 对 我猜测他应该正常 他这手棋应该不强 应该是 再补一个 但即使这个不走 如果说在这儿补一个的话 那你说白鞋就好吗 我也不这么认为 那肯定是谈不上好 是 就是 你想吧 他是本来是觉得好 是因为这地方不补 对对对 这差一手棋了得以说 就是说本来应该是双方呢 是一个军事吧 可以这么说 差不多 或者有可能 可能黑鞋还不错的样子 有可能黑鞋还不错 因为这一手棋 对这个 两个顶尖高手还是差别很大 是 但这块确实是白鞋有手段 对 白鞋确实是应该补一个 所以为什么 白鞋这地方下得很稳呢 就是因为对这个手段的预估 不是那么有偏差 所以说他下得很稳 是确实是 他觉得形势很好 是因为他外面已经多下了一手棋 对 他外面插一手棋 这可插飞了 那现在这棋已经形势已飞了 这黑鞋把那边都吃了 吃了将近20目了 是 另外一个 这吃完之后 白鞋这自己本身也不活 对 他这个先手冲掉 你这全没演了 对 这个你等于 如果你在后手做活的话 那这个 这手棋太大了 他先手吃了十几目 对 所以现在是白鞋 这白鞋肯定要拼了 拼命了 断一个 黑鞋下得很稳健 现在棋打 打一个是比较稳健 其实这个棋 黑鞋直接可以打过 对 完全可以那样 打一个 它是想再精益求精一些 白鞋 白鞋现在是不能沾了 沾的话 应该是 它就是这么打过来 就这么打过来 是吧 尝一个 它是 这是黑鞋的异想图 拌过来 这个 其实白鞋这个段上去 似乎没有什么厉害的 太大的用处是吧 对 因为这个 这个是跑步 是我们说的 叫滚打包收 然后它再贴住 这是 本来如果不打着 这一下呢 就是它觉得打不着的话 也能下成这样 对 当然打着是更好一些 如果你不打 它可能马上就团了 它逼你 你如果不走 它又可能点进来了 但是你这个其实是 对 它外面是可以 脸上的 其实是白鞋 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啊 当然黑鞋呢 是想走得更精致一些 更好一些 追求一下 这个时候白鞋 肯定是不会让黑鞋如愿了 白鞋实战是 又断上去了 对 这个局面肯定是 越乱越好 对白鞋来说 对 但这个时候 我觉得白鞋 有可能应该长一个 更复杂一些 但长一个 长这个 长一个的话 它是不是就补一个 算了 比如说在这一旦 那我再粘回来 那我就不是 我就不是挖持 我再粘回来 这样会好一点吗 肯定 那我这样太好了 那我挖通了 对对对 那我好多了 这个 就是说 本来会的应该是 把这个提了吗 提了 应该是提了 提了的话 然后再断这个 对 提了好大 就觉得 这样呢 就是说会比较复杂一些 白鞋当然也谈不上好 但是这个鞋 明显会复杂很多 因为这个鞋 毕竟是把黑鞋断开了 对 黑鞋应该还是直接打过来 比较解明一些 是 实际上呢 白鞋现在断呢 也是好像不如常 黑鞋马上就回头是岸了 这个闷住 关键是白鞋没得选了 他只有这一条路 这个闷住主要是太难受了 这个形状 没有一点可选的余地 这个滚打包收 是 黑鞋是继续打 黑鞋下得挺好的 我觉得下得很简明 这个局面 因为从实地的角度来说 黑鞋是这地方收获太大了 是的 这应该是 出出看至少是15目的收入 对 白鞋呢 其实这些断上去 现在看 其实如果说 没有什么手段的话 其实还把自己这个字 也撞伤了 整个都没有什么 没走到什么实质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白鞋 现在呢 形势确实是有点紧张 另外一个呢 吴又珍 他这个地方 他动手之前 他先肩顶了斑毡 这还是挺 吓得很鬼 我觉得也是 他这个年纪虽然很小 但是其实招法 经验老到 我觉得 因为如果这边先动完手之后呢 白鞋是绝对不会这么大 肯定不会让人家下成这样了 对 所以这个鞋呢 现在黑鞋是确实是非常足足 跳一个 看到这个 对 他就粘在外面 他下得特别简明 他这三个子呢 他就让你吃了 他也不说 把你这块鞋要怎么样了 护一个 然后他就脱了半毡 他觉得空已经够了 我觉得确实 这个地方 对 白吃了十几目 应该说黑鞋现在是明显是在收冰了 是的 这样吃了一个 边上 连搬搬住 把空都护住 可以的下的也是非常的本分 现在是 是的 其实本来这么厚 走点三三也不是不能考虑 但是他现在是明显是觉得形式非常好 不想再升市端 鞋要下的简明 拆了一个 对 怎么样最安全的运转 把鞋迎下来 就是把这个沾上 这是白鞋的一个权力 然后立下来 这样就是拼木了 双方 对 但这木黑鞋明显领先的 对 看着 我们再摆几下 给大家判断一下 点这个 然后它飞 这是让黑鞋 把黑鞋走重一点 是的 拐冲 拐冲 往上 回去 全力 然后小尖这个 这下的也很结实 看着这白鞋不是有点厚吗 对 但我可能有沉默的潜力 另外一个 它是踏这个地方 有可能有靠的手段 对 它布得很结实 对 现在应该能看出来 黑鞋是现在是 已经是在求稳了 嗯 白鞋就断上了 对 打了一下 把这个糊掉 糊掉 这个 是全力 然后挡住这个 挡住这个 它下的也很清楚 而且你这个还断不上去 对 这人家 你这个端还断不上去 断 这三个掉了 是 然后它这 待会打吃了 你这个还粘不上 这个白鞋真的是很郁闷 这吃的 这是黑鞋下的非常厚实 完全没关系 提了一下 提了一下 这打浆应该是 是靠这个 嗯 这鞋立马就把这个打掉了 像这个地方的定型呢 那都 反正没什么可保留的了 对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 它再斑一个 斑一个 边斑上 嗯 长 嗯 它好像是先断掉了 这就 哦 它先断了 断掉了 断这个 然后断这个 嗯 打吃 打吃 长 这个是白鞋的权力 作为优势方呢 嗯 它尽量地能把 可以走的定型 全能走掉 嗯 然后让局面 不要产生变化 对 嗯 这说得容易 这其实做起来很难 嗯 点了一下吧 点了一下 团柱 然后再斧了一下 斧了一下 嗯 一起贴 嗯 这个斑是白鞋的权力 嗯 就点完了一斑是 呃 这关子连贯的手法吧 应该说是 对 现在黑鞋是不能挡下去 对 挡了被断 断死了 现在 所以只能沾上 这是白鞋的权力 嗯 然后白鞋 交给这一块 嗯 应该本手应该是长 哦 安理说是那样的 形式是觉得现在 嗯 非常不利 对 就是走着斑 但这个地方是 自己也是不厚 打尺 下得很勉强啊 现在是 打这个 嗯 沾上 吃住 嗯 还冲了一个 冲了一个 长 把这个打掉了 打掉了 嗯 沾上 再冲吃一下 嗯 然后斑 对 这个时候白的是 已经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它最后就 也就是打了个姜吧 嗯 就算是这样 就没有关系 嗯 下成这样了 现在白的只能提这个 对 如果继续下的 那么也就是黑鞋打吃两下 是吧 对 打吃两下就 没有 没有什么 很简单了 这次怎么说都行了 这个就是三木棋 嗯 并没有什么价值 没错 这个你还在提 被我打回来 这个你本身 这个又自己 再补回去两个 所以这个白的价值 是非常小的 这已经差距很大了 其实 盘面都快20亩了 对 接近 所以 这棋呢 最后的结果 大家也已经看到 就下到这步的时候 白棋提也没提 白棋就是黑棋打吃 这是最后一步 对 下成那样的时候 就是直白的 瑞奈维九段 是中盘任赋了 所以呢 这盘棋 我觉得总体来说 还是吴有珍发挥的 还不错 对 应该说这个地方是 这个黑棋是一个 一个杀手锏 对 白棋致命的事物 是没有看到人家 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看到的话 这个局面可能会 展现会拉长一些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